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自成就是打那儿出来的 然后那儿的人会不会姓米的很多 姓迪的人我想在古代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词叫夷迪吗 夷迪是指的少数民族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姓就是来自于少数民族 名人我想也就只有一个大宇治水的大宇 姓米的名人都有哪些呢 先刚有个电影演员叫米雪 不过这好像是他的命名 就像成龙一样 一部应可中国人血脉传承的奇书 一位文化学者 《百家长谈》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前文中解读半家境 接着咱们讲雨姓 雨 大雨的雨 现在姓这个人不多了 一个来源源于四姓 非常古老 是谁的后代 大雨的后代 这个当然很古老 大雨有不止一个儿子了 还有一个儿子的后代姓什么 大家知道吧 留有余地的余 所以这两个余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 有一只就直接用大雨的余作为姓了 所以余氏族人说自己的始祖大雨 还有一个源头 源于云姓 这个姓今天很少了 春秋时期 楚国有一个附庸国 附庸于楚国的 叫雨国 就是大雨的雨 加一个义字旁 今天讲耳朵旁 当时叫义字旁 这个雨国 今天咱们是有考古发现 证明它存在 非常硬的 这个国家在哪里啊 今天 山东省 林仪市 城北 八公里处 南访镇 古城村 因为那里有考古发现 发现了很多陶器的禅片 铜器的禅片 古城村南部 有一个地方 春南 叫林子 就是大概过去是有一片树林的 这就是雨子 雨子就是雨国的国君 他是子爵 大概就是他的目的 雨国亡国之后 他的子孙后代亡国了嘛 亡国了就没有土地了嘛 没有城市了嘛 所以就把这个义字边 也就今天我们讲的耳朵边 给扔掉了 姓雨 亡国以后 把义字边去掉 好像是个传统 咱们但现在不敢百分之百说 因为古代的姓很多是这样的 那么就说明我国家没了 我是亡国之后 这两只鱼没有血缘关系 但姓是一个 还有一只 源于回祖 是回祖改姓 改成汉姓 用了这个鱼 而回祖姓雨的朋友 集中在陕西省 安康市 狠口地区 如果大家在别的省份 碰到一个回祖朋友 您贵姓啊 我姓雨 您老家是不是狠口的 人家会非常佩服你 基本都是 源流寺 源于满族 这个大家好 别的兄弟民族 羽氏族人最先在陡西省发展成旺族 在甘肃这一带 后来到处前夕 但是每一只的前夕路线不响 那我们今天查不清楚了 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姓氏 而且这个姓氏很有意思 在韩国很多 大概有一个大雨的子孙跑到了朝鲜半岛 他姓雨 对吧 这是一个小姓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姓雨的 一个叫雨之鼎 一个叫雨之末 你看一听像兄弟俩 但是差了两三百年 雨之鼎出生在公元1647年 1709年去世 江苏江都人 扬州人 著名画家 康熙年间在朝廷当官 供奉内庭 主要是他非常善化 尤其擅长于什么 写照 我们今天讲的这真实的写照 写照就是指过去画人像 过去没有照片 画人像 就毛颜兽干的画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清朝 很多名人的小象 都是雨之鼎画的 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 当年这些人长什么样 应该是他画得很像 还有一个雨之末 民国奠基人 中华民国的奠基者 湖南乡乡人 1900年参加自立军 1903年 在湖南湘潭 1904年 在长沙 开支部厂 同时 办公益传习所 就说等于今天的绩效 或者中传 大致相当于 办了这个 1904年 加入华新会 1905年 领导收回 约翰铁路运动 和抵制美货 所以担任了长沙商会会长 和教育会长 加入同盟会 成为同盟会 湖南峰会会长 了不起的人 1906年 有两位著名的烈士 他的灵鹫 运回长沙工厂 这两位烈士 有一位 家喻胡小 陈天华 这大家都应该知道 陈天华 是一个烈士 还有一位 大家不太熟悉 叫姚洪业 也是当年非常著名的 那么当时 清朝还没有父王 所以他们的灵鹫 运回长沙工藏的时候 当地的官僚 豪生 当然就反对 于之末 率领一千多学生 游行送账 童年被捕 他完全知道 后果什么呢 受刑不屈 第二年 一月五号 在湖南 景县 东门口 被绞死 那享年 只有39岁 他的遗体 到1912年的 十月 这是什么时候 1911年 清朝灭亡 1912年的 十月 大家就知道了 等于是 中华民国 元年的十月 正式安葬 在长沙 岳路山 所以今天我们居然可以看到一个两米高的一个墓碑 叫烈士 于之末末 所以于姓还是出了很多人 从我手头的资料看 于姓在1987年 排在第383位 那是个比较小的姓 其他的数字 都没有 就人口有多少 找不着 2006年 排在第几位 不知道 只知道1987年 他在383位 姓敌的人 我想好像现实生活当中还挺少 但是历史上 我倒知道一些 比如说敌人节 敌人节 武则天称他是国老 要说到这个姓氏的来源 我觉得可能是跟少数民族有关系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词叫以敌吗 以敌是指的少数民族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姓就是来自于少数民族 接着要讲敌姓 敌 敌姓的源流是 第一 源于有松氏 源于这样一个姓 叫有松氏 这样一个部落 有松氏很有名啊 山王朝的始祖 契 他的妈妈就姓敌啊 等于是 山王的外甲 那叫永松氏这个部落 这支部落的正确读音是敌 这个敌子啊 正确读音是敌 第二 源于横姓 这个姓也很少了 但是非常古老 与字边旁 一个永恒的横的那一半 这个信念横 这个横姓现在很少了 这个是源于 周初北方民族敌主 敌后来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融化掉了 分散到其他各个民族当中 有一部分融入到汉族 敌氏家族 分出很多姓氏的 就是横姓 敌氏 分出很多 比如狐氏 狐狸的狐 姓这个的还有的 比如宅 宅氏 比如 易中天先生的义氏 比如 慈 姓慈道的慈 这个姓慈的名人多了 比如图 屠杀的图 图氏 比如红 红颜色的红 姓红的也有的 我认识一个 这个都是这个姓分出来的 但是 这一字的正确读音 应该读宅 如果是横姓敌氏 读宅的 不读敌 但是今天都读敌了 袁流山 居于江姓 是周臣王 封延帝的后裔 参庐氏 在敌城 敌城在哪里啊 有几个说法 一个是山东伯兴 一个是河北镇定 那么有个国家叫敌国 这一支 今天是被看作敌氏正宗 而这一支也应该读宅 但是现在也都读敌了 另外就是源于官位 西州时期有一个官名叫敌者 敌者是专指地位比较低下的乐历 音乐的 他是伺候比较高级的乐师的 也就是大音乐家旁边的助手 那么这一支的子孙 姓敌 古代也读敌 大家可以看到敌和宅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今天都读混了 还有一支 是源于基姓 鲁国的时候有一个工匠 叫基斯弥 他的后代姓敌 这个基斯弥啊 他是个工匠 但是是了不起的人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基迪 因为他姓基 基姓敌氏 他是鲁国大勇士 三虎将 鲁国的时候有三个虎将 一个就是迪斯弥 还有一个秦景妇 孟氏的家臣 第三个是谁啊 不知道不应该的 孔子的爸爸 孔子的父亲 苏良胡 是鲁国的三大勇士 孔子的父亲是了不起的 据说有一次打仗 一个人托起城门 一个人托起 让别的人跑掉 那孔子的爸爸 你起多大 三大勇士之一 这一支也应该姓敌 还有源于回护主 唐朝西北有个重要的少数名 叫回护主 回护主啊 现在有很多 后来就变成了维吾尔族的祖先 但是也有好多融入了别的民族 这一支被赤姓为敌 问题是这一支应该独宅 但是也独敌了 源于七丹族 五代时期 辽国有一个大将 叫耶律赫苗 耶律赫苗 后来归降于后唐 归降了 后唐民宗 赐他姓名 狄怀宗 因为狄一直有少数民族的意思 一狄一狄 所以他是少数民族归降的 就赐他名为狄怀宗 这一支也传下来了 还有源于其他的兄弟 也有敌氏 因为敌在当时就有指兄弟民族的意思 所以很多兄弟民族取汉姓的时候 就取了敌姓 敌氏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 今天主要分布在山东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除此以外 有一个地方敌姓特别多 太奇怪了 江苏利亚 江苏省的利亚 别的都在东北北方 敌姓 在咱们性目当中敌姓大不大 大家都知道一些姓敌的人 其实敌姓不大 历史上敌姓的名人很多 随便举一个敌人节 这个最近很红吧 敌人节自怀因太远人 是不是那个问什么方 怎么说的 是不是他 原方 就原方怎么看的 这个敌人节 现在最近原方很著名 原方著名了以后 敌人节也跟着著名了 照道理敌人节本来就是很有名了 他是太远人 在唐朝的时候一直当官 由于被枯利 莱俊臣诬陷 下狱 后来呢 敌人节被他自己的儿子救出来 这个人的重大的贡献是什么 重大的贡献是保证唐朝姓李 没姓吴 因为武则天有一段打算把唐朝这个皇帝 由他们家的人来当 姓武的 不让姓李的当了 他去征求谍人节的意见 谍人节说服了武则天 把这个王位留在理性的血脉里 武则天多厉害的人啊 但是对谍人节非常尊重 称他为国老而不明 不称名字的 甚至连狄先生也不称的 称国老 而他因为是办案 非常公正 也很精明 而且呢 还喜欢啊 当庭面征 而脾气很直 但是也有人叫他老狐狸 不知道 当时就有人叫他老狐狸 总之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 当着武则天面就要跟武则天争的 而武则天从史籍的记载来看 居然是美意取义从之 经常啊 放弃自己的意见 听从谍人节 武则天还不让他跪拜 不要跪拜 国老不要跪拜 这个是很高的礼遇了 同时武则天还尊尊嘱咐其他的官吏 说自非军国大事物以反攻啊 如果不是最要紧的事 你们不要去大老狐狼 所以武则天非常尊重他 那么谍人节去世以后 武则天大哭 武则天真的很动感情 说了一句话 四个字 朝堂空也 朝廷空了 这评价太高了 你一个官员死了朝廷空了 那在武则天眼里别的人都不是人啊 就谍人节生 所以谍人节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还有一位也很有名的 狄青 自汉城 北宋年间 焚州西河人 也就是今天山西焚阳寺那边的人 是一个大将 他一直当到苏密父使 但是出身很低 所以他脸上有赤字的 脸上赤字 过去啊 宋朝说当兵啊 脸上要赤字 发配犯人 脸上要赤字 这个水浒梁山婆好汉 脸上有字的一堆啊 能理出篇文章来了 水浒很多人都是犯了法的嘛 宋江有字啊 武松有字 林冲有字啊 那么有字是犯过法 地位低的一个标志 他已经当到苏密父使了 就像今天的副主司令 啊 那么宋人中劝他 把这个字抹掉吧 狄青说 陛下以功 就是说你皇帝啊 你是因为我有功提拔我 不问蒙地 你没有问过我出身 臣所以有今日 由此 我之所以有今天 恰恰因为我脸上有赤字 成愿留以劝军中 什么意思啊 我正因为有这个赤字 提醒我不能靠出身 我没有家庭背景 我只有凭军功 我愿意留着他 告诉军队里的其他人 你只要努力作战 你要有战功 你都可以得到提拔 而且呢 狄青非常有意思 在打仗的时候啊 有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太奇怪了 什么 劈头散发 戴着铜面具 他戴着面具的 这个史集当中都有记载 立下雷雷战功 但咱们都知道了 历史上中国人戴面具的两个了 蓝灵王 狄青 蓝灵王是因为漂亮 因为蓝灵王长得太太太太娘了大概啊 这皮肤很白啊 嘴唇很红 一看着样子没有杀气 所以蓝灵王怕这样打仗吃亏啊 谁都不把他这个呃 当一个事 你说长得像个女孩子这样打仗 所以他戴个面具 面具非常争吟去打仗 狄青也戴面具 但是狄青戴面具究竟是为什么戴面具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太好看了 也是太好看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可能性不大一点 上赤字的 太难看了大概 难看到了 他不愿意让人看啊 我干脆戴个面具去打仗啊 我想啊 大概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人物的原因 大家觉得狄性啊不小的 其实狄性知晓 远远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 我手头的资料 狄性在1987年排在第249文 后面的资料也没有 包括他的人数 我们也不知道 米姓听说过 然后据我所知 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姓氏 可见我们中国人非常注重饮食 所以才有这么多与饮食相关的姓氏 我还在想 米姓的发源是不是与地名有关 然后我们国家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地方 叫做陕西的米纸县 然后李自成就是打那儿出来的 然后那儿的人会不会姓米的很多啊 米 大米大米小米的米啊这个姓 米姓的源流非常的复杂 而且外族的血统可能非常重 源流义出自西州时期的官吏 这个官吏啊也叫米食或者素食 这两个称呼的 这个是管什么呢 管九股六米管粮食的 就相当于现在国家粮食局的 是重城 所以他的后代分成两个姓 米或者素啊 那么换句话说 姓素的和姓米的可能会有血缘关系 但是不一定 因为每个姓都有其他来源 元流二出自姚姓 是远古顺地的一个支祖旁祖 后来迁到山东地区 分延出许多的支祖啊 这个米姓是怎么来的 姚姓里边的这一支米姓怎么来的 非常有意思 因为春秋时期啊 鲁国对这个读书稍微有点成就的人啊 称它为米林 什么叫米林啊 因为中国古代啊非常重视教育 那么把人才的培养 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把人才的培养和积累 看作是纯米 像米给纯起来 米林就是米仓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 古人读书有成的 你读书比较好 诗字比较多了 能背一部经书了 你就可以到国君的米仓里去领口粮 这种人到后来还有的科举制度是叫什么 叫祥生 那么有的一些读书人 特别是鲁国地区的 姚姓 后来姓的米 还有源自西族 这个民族今天没有 小西的西 去掉三连鼠 源自这个族 库墨西族的汉化后裔 还有米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 源于苏特人 是隋唐时期西域 昭吾九姓之一 米国 昭吾九姓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苏特人 苏特这个民族也不存在了 地方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 已经完全不在中国将一战 那里有一个国家叫米国 这个国家姓奋仙教 也就是拜火教 姓奋这种教 后来进入中国汉化 融入汉族 那么由于他原来这个国家叫米国 所以他们都姓米 这一支没有汉族血统 就完全应该是苏特人的血统 或者别的民族的血统 源于回族满族 这是汉化改姓 还有一个来源 出自米姓 哪个米啊 楚国的那个姓 米姓 是楚国的后裔 在历史上是楚国的王主 楚国王国之后 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 楚国哪怕留下的三家人 最后灭亡秦国的一定是楚国 也确实如此啊 后来的项羽 就是楚国大将之后啊 所以承胜吴广起义 农民军的政权叫什么 张楚 要张扬楚国 对不对 那么这一支后来 为了怕被秦军杀戮 因为如果是姓那个米的 一看就是楚国的公主 楚国国居主 见了就杀 所以他就说我姓米 但是我是这个米 那么大家认为跟楚国的国军没有关系 能够生存下来 这一支 被称为米式正宗 而且跟前面我们讲的米不合谱 因为没有宣言关系 不合谱 米姓来源非常复杂 所以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啊 就不清楚 就不清楚 我们不太知道 这个姓到底是怎么签的 身边还真没有姓米的朋友 姓米多好啊 如果在古代吃不饱的年代 估计大家给孩子们起名 都是这样的 像米友 米富友 米满钢 多喜庆呀 姓米的名人都有哪些呢 相当有些人的名人叫米雪 不过这好像是他的印鸣 就像成龙一样 都是一件演员的印鸣 真名还不大清楚 那历史上姓米的名人有哪些呢 我还是想听听钱教授怎么讲的 在米姓当中 最有名的人 米福 这当然是最有名的 米福是宋朝著名的书画家 他和苏氏苏东坡 黄亭坚 蔡香 称为四大家的书法 而且他的书法和山水画画 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然而呢 有一个说法 米福自己说啊 自己信这个米 他自己讲过的 我原来信这个米的 他是这么讲的 他说我是楚国的国君之后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 说他就是西族人的后裔 汉化以后 库默西的后代 那么米福原来是信这个米 但是他大概嫌麻烦 据说是米福自己改的 他就改成这个米了 还嫌麻烦啊 据说是 这是民间一直有这个传说 但是米福是米姓非常有名的 这么一位 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非常崇高的人物 当然这里边有传说的成分 我们没有办法确证 我还想为大家介绍一个很有名的米 谁呢 也是米福的后代 叫米万宗 特别是咱们北京的朋友 必须记住他 因为他对北京贡献极大 这个人出生在1570年 1628年去世 明代的书画家 也是个书画大家 陕西安华人 安华已经在今天甘肃庆阳市那边 今天在甘肃 当时叫陕西 后来就住到了燕京 也就一直住在北京 书法绘画 特别了得 当时叫南董北米 南董就是董奇昌 北边就是米万宗 所以这地位很高 他呢 围观清廉 而且特别政治 曾经遭到魏忠贤的爪牙 倪文焕的诬陷 曾经被消职夺籍 那么崇征元年1628年 我们知道魏忠贤的集团覆灭 倪文焕被处死 他就被启用了 但是也是在那一年 他就去世了 享年只有59岁 米万宗为什么 对咱们这个北京有特殊贡献 因为米万宗有特殊的爱好 他有什么爱好呢 米家四骑 米家有四个地方特别骑 就是特别奇特 那四个方面 园 园子 他特别喜欢花园 特别喜欢造别墅买房子 灯 过去不要挂灯 他家的灯做得特别好 石 石头 他是石吃 看到石头就要拜的 这大概他们家的传统 米家的都拜石头的 他特别喜欢石头 铜 什么铜啊 苏铜 他家的苏铜大概特别漂亮 都一个个英俊潇洒的 他们家有四骑 那么米万宗在北京 曾经买了三座园林 一座叫曼园 在哪里啊 德圣门积水潭东 一个叫战园 就是今天叫什么 就是应该在皇城的西墙庚下头了 就是现在故宫的西墙庚下头 还有一个园子 韶远 今天的北京大学就叫韶园 当年的燕京大学 后来北大从沙滩红楼迁到了海淀 所以今天我们想 我们一讲说 孟徽韶园 韶园现在成为北大校园的代名词 这个园子就是米万宗的 这大家不应该忘记 而米万宗像他的先祖米服一样 特别喜欢石头 他自称有石先生 以石头为朋友 他一生走遍很多地方 爬山涉水 收藏了大量的奇形怪石 而对每一块石头 他都要观察 研究 画下来 为他提示 所以他留下了一个捐本 用捐画的 叫捐本画石长卷 上面画的都是石头 这个长卷 今天还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还在的 画了很多石头 他有一次到房山 那这在北京周围 看到一块大石头 这块大石头 长八米 宽两米 高四米 那么这块大石头经过风化 已经很多洞 非常漂亮 玲珑剔透 非常的瘦 非常的透 石头一定要三个要 瘦 皱 透 要长得这皮像皱的一样 像我们是皮肤光 石头一定要皱 要有石皮 要瘦 像我这样一块石头 很瘦一个石头 要皱 还要透 有好多动眼 动眼 人喜欢一样东西 都是把自己最不喜欢具有的特点 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具有 比如咱们喜欢童物 喜欢狗 看哈巴狗 哈巴狗的所有特征要长到人身上 人都急坏了 胖 头大 鼻孔朝天 人都不行了 但是 人喜欢的东西就要他长得这个样子 石头也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又瘦 又皱 又透 你这个人走都走不出去的 但他看到这么一块石头 高兴得不得了 吃尽大法 他要把这块石头 搬到北京府内 收藏 这么大一块石头怎么办啊 大家想想多大 八米 两米 四米啊 所以呢 花费了重金 雇了几百个人 44匹大骡子大马 拉了七天 把这个石头从山上拉下来 又花了五天 把这个石头从房山运到梁巷 运到这里 正好运到这里的时候 李万宗想 我一股做起都脱下来了 脱回北京 李万宗不是被魏忠贤的手下 李文焕不是给诬陷了吗 免关了 所以这块石头 那都没法搬了 没钱了 这块石头就扔在路边 老百姓都知道 这是李万宗要的石头 那还太倒霉了 你在运这个石头的时候 你败家了 你不败家了吗 家败掉了吗 所以这块石头叫败家石 大家听这块石头没吧 很没 今天叫你去拉你拉吗 你不拉 但是有不怕败家的 谁不怕败家 皇帝啊 皇帝不怕败家 这块石头搁在那 乾隆也来了 乾隆皇帝也是有文化素养的 喜欢这个的 一看一块好石头 败家败家 谁败得了我 爱心绝乐家 他也没有想到1911年清朝梅 他想不到 他就叫人把这块败家石 运到了清一园 这块败家石 今天还在颐和园站着呢 咱们北京的朋友可不应该不知道它 就是那一块青枝绣 颐和园的第一名石咯 这就米万中了 所以米服大家很熟悉 米万中大家不应该忘记 米信是一个多民族 多源流的姓氏 到2009年1月为止 米信在中国姓氏排行榜上 排在第210位 人口52万9千多 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三 不到点 当然这个数字也只能供参考 今天的百家信 我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请大家听下一个